我爱台湾岛,读中国最大的海岛,台湾有感。 爸爸给我买了一本中国最大的海岛,台湾。 我一拿到书,就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,并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。 看着看着,我仿佛已经来到了台湾,来到了景色宜人的大屯山风景去。 这里,杜鹃花,百合花,野菊花,争奇斗艳。 在树木花丛间,蝴蝶翩翩起舞,使我眼花缭乱。 在海边,我看到了千条飞鱼一起飞出海面的奇特景象。 在椰子树下,我喝着又凉又甜的椰汁,与台湾同胞畅续手足思念之情。 我又登上了气势磅礴的阿里山,来到了美丽如画的日月坛。 啊,多么美丽富饶的台湾岛。 书中《历史名城台南市》这一节,我最喜欢看, 因为它使我了解了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事迹。 1661年,郑成功率领三百多艘战船和两万五千名水陆官兵, 乘风破浪从大陆向台湾进发。 战鼓隆隆,战马思鸣。 看着这振奋人心的语句, 我仿佛听到了那咚咚的战鼓声,战马的嘶叫声。 郑成功从侵略者手中成功地收复了宝岛台湾, 使台湾人民也从此获得了自由。 看了这本书,我更爱我们的台湾岛了。